被主持人點到名字 立刻站了起來 向臺下觀眾回首致意 他是王孝偉 綽號豆哥 這裡就是豆哥管理的酒店之一 前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林仲斌 十一年前偵辦一起妨害風化案時 讓警方偽裝成檳榔小販 進入包廂秘密收證 過程中意外查到 另一名檢察官吳月輝出入不正當場所 但他事後提出自訴 遭到違法監聽 案件纏送超過十年 今年二月八號一審判決林仲斌敗訴 但就在判決出爐後不久 十七號就傳出監聽一文外泄 時間巧合讓人聯想 該不會是敗訴方 寫漏中間的監聽一文吧 可能的泄密者 林仲斌前檢察官也好 政生議員律師也好 都紛紛沒有承認 這樣情況底下是否有其他的司法人員 涉入其中 根據台南地院判決書 指出檢警察案意外發現 前行政院發言人陳忠燕的群組對話記錄 因為這一件一共有四名被告 包括酒店業者豆哥 天上人間老闆連橫 以及另外兩名被告 話句話說他們都有權可以唯請律師 解除這份關鍵議文 通訊議文光碟遭到外洩 因為可能涉及違法 引發草野高度關注 部長檢察長一口同聲強調 徹查到底代表相關部會 對於司法系統牽扯出的泄密風暴 已經提高警覺小心應對 提取十六位王中軍突破到 更多精彩的新聞影音 請訂閱按讚 同時記得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